哈哈 还有我的妈 还有我的妈 我是佛中康 网路上有个吴先生 吴先生 因为曾经发生过重大的车祸 所以兴起念头 搜集了一些行车记录器 所拍到的车祸画面 希望借此宣传 让大家知道车祸的可怕 也要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不要太大意了 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影片 请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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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翻车翻车 这要翻车 哇 前面来真水 暴台 暴台失控 哇 塞 哦 闪过闪过 人都甩出来了 这一个还看得不错 命大 暴台 啊 我的妈呀 妈呀 我的妈呀 那不是暴台的失控 是啊 哦 翻车 哦 翻车 我翻车 暴台 这才是暴台 哇 哇 哇 这人不用活了吧 好 今天呢 以上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啊 发生一些车祸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会开车 所以说在开车的时候 也开了很多年 其实我们都是大概十八岁 开始开车嘛 大家都觉得我开二三十年了 应该没问题啊 所以掉以轻心 什么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 就像我们的 就像我们那个 车子大师庞德 庞德为了 打蚊子翻车祸 天啊 这是什么 因为我就是 就是潮原嘛 当时我是我们那整个社区 我算是动武吧 就很少搬进去 就这样了 所以停车场里面很多蚊子 是 常常一开门呢 不小心蚊子就飞进去 那天就是一样嘛 我已经很小心了 赶快把门关起来 就停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嗯 哇 我觉得开车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你车上只有你一个人 如果说别人还可以帮你处理 只有你一个人 然后蚊子在干扰你 很痛苦 OK 结果我过了第一个红绿灯 嗯 之后 他打一抓又没有抓到 就没办法 要上高速功能 因为我赶紧去台北上广播节目 结果呢 上那个交流道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那时候 陶渊有那个闸道疑控 是 闸道疑控 而且那闸道疑控的时脈 跟一般我们的红绿灯不太一样 对 他本来绿灯很快 突然就变红灯 他不是一般我们习惯 他变闪 没有这样的一个时脈 那反正我也没有注意 因为我在注意那只蚊子嘛 结果已经准备要上交到666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那只蚊子 嗯 然后准备要停在我的右 左大腿上 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 太好了 开心 一啪不是刚刚好吗 那个时候呢 我就整个眼睛就瞄 瞄那个蚊子 嗯 一啪 啪的同时 我车头也啪到前面那台车头 前面那台车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前后应该不到两秒钟 你还只有瞄一下子而已 前面那台车紧急上车 啪上去 哇 那吓了半死啊 手一拔走 真的很紧张 结果下来一看 我的那台车 我是那个M5的嘛 车头已经应该都折起来了 天啊 前面那台是一个 看起来是比较旧的 一个日本车 不太记得什么牌子 它看起来没有怎样 看起来就保养感 稍微凹一点点 但是我的车头已经整个掀起来了 水像水一直滴一直滴 手一直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撞你 我再没有讲打门 我说我撞你 反正看怎么样 我赔你好了 因为我看它 看起来不是很严重嘛 而且我看国产车应该还好 那时候我还没有在 在做保养场 我就不是很清楚 OK 结果那根打电话给我说 我的车去原厂 估了一下 说要三万多 那台车其实看起来没有怎样 是 OK 这个是我后来还知道的经验 就这般我们车头比较软 是 一般车头撞车尾的时候呢 前车尾巴被你撞车子 通常看起来不会怎么样 但是很可能有点内伤 原厂就可能上什么手术胎 定位弄不去 我要三万多 反正我这部车呢 其实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其实板件换一换 那当然BNW比较贵 我的车修了十八万 那那部车后来我跟他瞧一瞧 我说哎呦我那一天 这个也不是故意的 讲中讲西 后来也赔他两万 等于说 可不可以那一只蚊子 我花了二十万 金蚊子 哎呦 你算好远 又不要一共秒数实在 你用抓的 你要这样看看 就是 那你这样直接花太久 会撞根子 我爸玩一个在抬头 我怎么在填你 不是 但是先把车提起 他就这样 猜打是不是 对 那个是便宜的 我有一位朋友 会来打一只小蟑螂 然后女士叫你 喂你朋友才也当车 他那是衣服 他那是衣服 很多的那个女孩子 你不要在车子里面吃东西 要吃那零食 吃了一大堆 就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为了要打一只小蟑螂 在鱼板上 跑过去 天哪 越看越不爽 一手一拍下去之后 前面水箱都撞破掉 三十八万 所以不只这些蚊虫 其实有的时候什么 手机掉了啦 零钱掉了啦 钥匙掉了啦 我就觉得这很奇怪 掉车上不会 又不会不见 钥匙掉了啦 手是胖 钥匙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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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停路肩啊 那比较危险 因为像有时候 像我们穿这种裤子 有时候凝固 凝固掉下来 对 那有些人就 硬要在那个时间捡 我就没有意义啊 你看看到地方 车停好 再打开找就好 我除了解开裤带之外 其他事情 我都是不会去弄的 解开裤带 你干嘛在车上 你开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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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 所以 你常常开车就 我的意思 没有什么事那么急的 真的 你说哪怕解开裤带是不是 对 那在这个 其实高速公路上面呢 其实很多很多的因素 会造成你的车祸 在领口段的海风很强 对 领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 它是个台地 你从台北这样过来 慢慢爬坡到这个台地上来 是 在领口一个大转弯的地方 我听过至少五个计程车司机 在这里翻车 我们高速公路通常 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 尤其是像现在冬天 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 因为我的那个国产的休旅车 不够重 我自己发现 我有一次在开车 然后载着全家 我在高速公路上面 我就发现 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 鸡的声音 我一直不咬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开上高速公路 风很强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那风打来的声音 那哄哄哄 那很强 然后你开始会颤抖 那因为我的车休旅车 又底盘又高 我就觉得很奇怪 鸡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看前面的道路 我发跟赵侯镜 我发现一个事情 鸡的声音从哪里来 鸡的声音 从我的四个轮胎来 风强到 把我的车子 从车道这样吹成这个样 很移啊 对 移动 它慢慢的移 所以那个鸡的声音 是风吹来了以后 因为我快速行驶100 比如说1101 120这样子 它吹来了以后 吹到这样 可以把你吹到 我后来发现 真的是我轮胎的声音 你知道吗 那个鸡的声音 北上危险还是南下危险 北上比较危险 北上 北上比较危险 对 然后因为那个转温的过程当中 刹那的风一吹来 你的车子不够重 再加上离心力的关系 你就一吹就翻了 不是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地方 哇 那个地方真恐怖 巴德路敦化北路交叉口 OK 那个常常发生 刚好离台湾医院很近 对对对 但是台湾医院之外 是在一边 另外一边叫做金华城 对对对 经常有人去那边夜店 吃喝玩乐 是 2004年的10月31号 万圣节 那个呢 刚好呢 我们有一个model 叫做林毅里 嗯 因为那个地方发生错非常多 我在举其中的两件呢 因为他接得太近了 那他呢 很多的艺人那一天呢 是晚上呢 是约了到金华城 要去办一个万圣节的party 那林毅里呢 就在那一个路口 他那个路口呢 在他的那个竞争车司机啊 还是优良驾驶 得过优良驾驶 马英九还颁奖过的 那在就在那个路口呢 转过来 转弯的时候呢 左转的时候呢 就跟对象的一部车 当场两个人都挂 这么远就 在抢救的过程里面 送到医院 在急救的过程里面呢 他们现场的一些 艺人的朋友啊 的家人 家人的朋友 还有那个 还有个当机喔 是 到了现场 然后呢 去 希望能够把那个魂啊 说不定可以换回来的时候呢 他可以醒过来 你知道吗 希望有奇迹啦 可是呢 就是没有 而且 据他讲的 为什么他讲的话 我会再把他讲一遍 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可信 为什么可信呢 是因为 他讲了一句话说 林毅里 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林毅里 他有妹妹 而是在现场的时候呢 他告诉他 他说他最操心的是她妹妹 所以 他这个 吉星的话 我觉得 好像有这么一 巴掌有一瓶 可是他就现场看着他 他呢 换不回来之外呢 还看着他被抓到另外一个 是空间 交替 另外一个空间去 可是呢 再隔三个多月而已 那个现场 又发生 死亡车祸 而且呢 三条命 同个地点不断发生车祸 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更多恐怖路段 你千万别走开 避难的学生 从旅行中回来了 那一车呢 三十二个师生呢 七十五个 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呢 就很多的零一时间 早上睡醒的时候呢 这个是哒哒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六个 以前车祸淋烂的人 他们都是 七十五 每一个人都是三不回来之外呢 还看着他被抓到另外一个 是空间 交替 抓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天啊 可是呢 才隔三个多月而已 那个现场又发生 死亡车祸 而且呢 三条命 那个呢 是两个呢 都是绿灯 然后呢 两个对象开 开的时候呢 这一部车呢 撞到他之后呢 翻了这样 现场车内三个人 年轻人 大概都十九岁二十岁左右 都是 那抽血液 解验那个 驾驶的 姓鸿 零点六 对子 多久 久后 交通警察去看的时候说 真邪门 又是这个路口 而且这个路口 一撞啊 不撞就算了 一撞都是很严重的死亡车祸 那个呢 跟地形地势又不一样 那个地方就是很邪门 嗯 不知道是谁在那边呢 这边一直在抓交替 在新竹的中心路 有夺命电线杆 无效的 怎么会这样 因为那个中心路 它的一个整个这个情况 它是一个大弯道 正这样的弯过来 一个大弯道 那照理来讲 弯道通常一般来讲 也是很容易造势的一个路段 是 那它真正会夺人命的是 在于它的电线杆 为什么 因为它五百公尺哦 那大概每隔十公尺 就一个电线杆 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就是那电线杆超级多 就好像栏杆一样 一根根的这样子 这样子环绕到两侧这样子 那很多人呢 就在那边的话里面 就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去 莫名其妙就是 可能速度太快 是个原因了哦 然后或者精神不集中 也是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在视觉上面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那种混乱的状态 所以它的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是一年 曾经有多少百公尼 哇 一年哦 就是一年而已 三四天就一条 天啊 那常常在那边 居然不是看到那摩托车 就莫名其妙 就这样撞到地线杆 上面就是货车 怎么这样子挤过去 反正就是常常就出车祸 那一直到 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情况是 也有一个驾驶人 他也准备要 他那天骑摩托车也要过去 这样子 那骑摩托车要过去的时候 照理来讲 通常我们一般看到 这样一个大弯的状态的时候 通常会减速 可是呢 在其中的一根电线杆 他们就跑出一个人出来 跑出一个人出来 跑出一个人出来做什么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一直在 就看那个人在大喊 停 武康武康 就是路面上有个大洞 通常一般来讲 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人跑出来 提醒驾驶人说 前面有洞的时候 我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 刹车 一个是刹车 另外一个就是往旁边 对 它就开始比的一个动作 而且 人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 当有人开始指引你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会把 车子就往那边就 转过去 对 结果那个 那一个 他是骑摩托车 他当时是送货 一个水电工 他 水电工他要去施工 结果后来他就看到有一个人跳出来 一比到那边的时候 他 车子的摩托车 就往那边一转 一转的时候 插了一点点 又撞到那个电线 这问题就来了 他当他开始 像 转过去的时候 差点急刹车 整个人算是有点翻倒那种状态 然后去摩擦到 车子的前轮还撞到电线杆的时候 他起身一回来 他就有点火了 为什么 你导引跟方向是导引错 就起来一看 那就是 还不晚 那就是抓挑剔的指引他 去撞 七八点钟的时候 天啊 还不是很晚的时候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这种情况 所以在当地的话 你就常常会看到一种 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就是 时时就有人在旁边就在那边烧名子 只是有人在那边拜拜 这样子 那个路段实在是很危险 所以要奉劝很多 经过那个路段的 那些驾驶 那些是骑车祸开车 经理办法的速度减慢 就是一年一百条 太疯狂了 好 刚刚讲林口 林口再往前开哪里 南侃 南侃也容易出车祸 对 其实我住陶淫大概七八年了 我发现说那边很多是台北人搬到陶淫去住 对 对 所以反过来就讲说 下班的时候呢 这个陶淫交流道 南侃交流道一定回堵 因为南侃要下陶淫的态度 对 那我觉得高速公路上 我们民众 有两个坏习惯最不好 一个是高速公路跟车跟很近 前面跟后面都黏在一起 你今天如果说你要跟前车远一点的话 很快又有人插进来 也没有办法保持很远 对不对 这第一个坏习惯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其实开高速公路 他的习惯就很不好 他很喜欢跟前车跟得很近 习惯就是这样 很讨厌 我们知道被跟过 你要办法怎么处理 你如果加速 那个车通常就跟着你来 一直跟 你减速 搞不好过来跟你比中值 很难处理 这种人实在蛮烦的 他就是自己得到驾训 他跟一台车跟得很近 然后他前面这一台车呢 突然间闪走 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闪走之后前面一台车横在面前 然后横在面前 还是驾驶座这边横在面前 那他当然没有 没有办法反应他太近了嘛 对 撞上去 把那个驾驶人当场撞死 人家是侧面嘛 他是车头嘛 那那个驾驶人 吻死了嘛 没有任何防护 把他撞死 那在后来那一个 被他撞死的驾驶人呢 是九侧的 是九驾的 但是呢 你是这样把他撞死 那你到底算不算 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呢 官司到现在还在打 非常非常的麻烦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讲说 现在我讲难看就要留到 他回堵很长嘛 但是不是每个人愿意排队啊 对 你看哎呦前面回堵300公尺500公尺 我就想尽办法 从中线走到前面 再看能不能插进去嘛 对 那通常有时候 运气好可能很快进去 运气不好的时候 搞不好插不进去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注意哦 南侃驾驾驾道道 如果南下的时候 刚好是林口的长下坡嘛 那很多那种大货车 货柜车 他们本来就是靠外线走的 对对对 然后长下坡之后呢 刹车越刹越不灵了 对 然后刚好就在这下坡的底部 你在那边要进去不进去的 常常那种很急的召唑 那边紧急杀的 非常非常危险 嗯 我就曾经目睹一次 一台Tursale 被一台我看起码三顿重以上大货车 砰这样撞上去 对 就在我的左庭方大概50公尺而已 非常非常的恐怖 我觉得这是高速公尺两大最危险 一个跟车一个不排队 刚我们看到的都是乡行车的班车 接下来恐怖了 请看货车出车货 假下来恐怖了 好一只 快速公尺 可以 天啊 抱态 他有的 好像有的 就多不了 好 他是yuk 他有同性,他有同性 幾八字 对面 我的妈呀 对 对相 不要 他,不太 完了 硬切過去 哇 壓住 還要硬切過去 沒壓住 還硬切過去 硬切過去 撞了 被撞 這是被撞 碰 完了 哇 這個好險 好險 運氣算很好 對 那個過不會壓住 對 最後一個 這個運氣真的是非常好 運氣很好 當然還有一種在睡覺 像我是開車很喜歡 我開車是越開越興奮 蛤 不是 我會享受那個開車嘛 你就這樣對不對 開開開嘛 但我不是開很快 我大概 大概開一百一百一 我就覺得很好玩 很興奮這樣 那像有些人就開著開著 睡著 睡著 對吧 很奇怪喔 他們還有習慣性睡著 對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某一家電視台的時候 我因為有車嘛 車公司我配一個駕駛 那個駕駛我還記得他叫 高官 他叫英雄 他叫英雄 那你知道嗎 HERO 他呢 有一次在我的時候呢 然後呢 在我上了上車 我記得他見過高大小的上面的時候 他就這樣 我說 英雄 他說 是 我說 你昨天還好吧 昨天晚上是去喝酒還是幹嘛 他說 沒有啊 我精神好都狠啊 對 然後呢 好啊 但你小心開車 然後呢 就這樣 天啊 英雄 你怎麼了 我說 我說 你是不是精神不太好 精神不太好的話 你就讓我下車 我都搭計程車去好了 我說 沒有啊 副理 你幹嘛一直這樣 那個 我說沒有啊 你的眼皮都已經垂下來了 對 他說 報告長官 我從小就這樣 他從小就眼皮是掉一半的 哎唷 然後他就當駕駛 我跟妳講 你上車你會不會很 嚇傷 因為他沒事他就是眼皮就這樣 天啊 他這樣 有些車他不能開喔 其實在車廠研發一些 所謂防瞌睡裝置 有嗎 有 有一種是台灣的 你快鎖了他就電影 電影 電是不是有用放湊氣啊 或是震動啊 這個都有 是 我看一些大家比較好奇就是說 你機器怎麼知道人打瞌睡 對 那兩種系統 一種是我們的國道客運 在雪睡這一段 國道五號已經有裝的 他那是靠一個鏡頭 在你這個司機的上方 然後畫一個呢 約莫五十公分的一個直徑的一個圓圈 然後呢 你如果說司機的頭搖頭晃腦的 超過這個直徑太多次的話 他就判定你是打瞌睡了 然後呢 就偶應 偶應 偶應 會出現一個警報 這目前 阿諾哈等等都已經有裝 可是馬南都有裝了 而且那偶應 是全車都聽得到 全車成員都知道 我已經在打瞌睡了 所以他不可以聽耳機太嗨 但是有開車習慣的人還真的 尤其在告訴公路上面 真的 我奉獻很多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又懶得運動的話 新陳代謝差 吃了午餐 尤其是吃了晚餐 是 千萬不要在那半個小時內 就急著倉促的趕快上國道 平日會打瞌睡 還有泡湯以後全身放鬆 是 也不要上國道 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那時候就算你喝那個 沒有用 喝什麼也沒有用 吃那個再吃雞的口腔糖 都沒有用 那種檳榔兩包 一口咬下去也沒有用 吃兩包 那種炸子 不如先找個休息站先休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記得 曾經有很多年前發生過一起 就是在那個 後來那個 要強力在取締那個開路間那個時間 他就是一台賓士 兩男兩女 然後前一天晚上呢 然後就喝酒 喝酒之後呢 他當時的時候 他朋友還跟他講說 你要一大早要開車叫南下 他要處理一些事情這樣 那你乾脆就不要開了 結果他也是這樣 病人嚼了一大堆 又抽煙這樣 他到最後還是睡著了 那他是怎麼樣子的出事呢 就是他開路間 正好有一部砂石車故障 停在那邊 那個三腳下 三腳也放上去了 他就整個這樣擠下去 擠下去之後 整個賓士車往後一擠下去之後 當下的那個 有棚的那個賓士車變成敞篷車 然後四個人的頭有沒有 全部都斷掉了 騎飛被消掉了 天啊 這裡面其實有兩個男的是我弟弟的朋友 因為前一天晚上的時候他們還一起喝酒 所以我弟就勸他們不要開吧 他們就講說沒事OK的 我常常這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惩人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防睡裝置 防睡裝置應該不只這樣搖頭晃柔 應該很多種 因為一種系統是我剛才講畫個圓圈的 另外一種系統就是他那個電腦呢 去計算你合眼的次數和開度 所以你那個朋友可能他如果開那一種車的話 其實他沒有想睡 就不斷地一直警告 那就很爆發 對不對 一撞去的時候請下車 那你說好那你如果說光警告的話 如果駕駛不理你怎麼辦 其實我們剛才講不管是打瞌睡也好 或說你就是很容易精神不好 或者說分心怎麼辦 其實現在車子很進步的 除了說瞌睡警告你之外呢 它還可以主動幫你煞車 對啊 像我們剛才看很多時候後車撞前車了 不管你嗑藥也好喝酒也好 不幹嘛 不管 不知道你什麼原因 就是如果說你前車跟你很近的時候 你這一台車如果防撞擊撞 它就有一個都普勒雷達在車頭前面 你不斷地在感應前方跟你的距離 還有你的車手要不斷地做計算 如果說已經很逼近囉 他就先閃紅燈或嗶嗶嗶嗶嗶 如果你還不理他 你還不踩煞車的話 他先放油門 強制著你再踩他不理你 電子油門 如果已經進到實在不行了 還主動幫你煞車 所以如果說你是很容易瞌睡 很容易分心的人 你也許應該多花點錢 去買這種狀態 現在我車一定不適合警方 廢話 對 我追那麼前面煞車了 現在這雙子好像V牌的車子蠻多的 對 V牌的車子 最近也推出 其實V牌的車幾十年前就已經有 但是很貴 選配一套 選配幾萬 那V牌的後來就它大肆廣告嘛 然後幾乎把這個作為標配 但是很諷刺的就是說 因為台灣我們知道地下人稠 車跟車很近嘛 對 我聽說很多V牌的車主 都回廠抱怨說 喔 你這東西太難用了 一下子一下子 一車一進來 對 一進來 壞壞怎麼辦才好 尤其是摩托車 對 然後它又不能夠 主動車主把它按掉 不能按掉 是喔 我原理想說 你能不能替我用程式啊 把它取消掉 那種應該是在譬如說 歐美國的 尋規陶舉的國家 像我們這種 我的天啊 鑽來鑽去的 尤其紅綠燈 你永遠不要想走 因為那摩托車 你給我找 給我找 喔 那個太可怕了 日本在去年裡也發明一種東西 不過它是外加的 就駕駛人 他就把它像一個枕 這樣子放到這邊 因為他講說 如果睡著的話 在下面這樣可能就碰到 那很敏感 一碰到他就開始在鬼叫這樣 然後有些人 後來發覺到 事實上基本上沒什麼 因為要睡著還要睡 這樣有嗎 沒用了吧 所以就弄個鋼架在那邊 然後這個就刺 天啊 你喘啊 你看這車那麼辛苦喔 我都穿過 在那裡 通電 好啦 你不要猜我 你滿臉是血 你還猜什麼 我太...太困你知道嗎 天啊 OK 好 就要跟中橫公路的遊覽車 引發了什麼樣的事件 所以中橫公路 這一條公路在建造的時候 就死了很多人 是 沒錯 就是在這幾年來 這個大陸客來台 其實發生很多很多 你就先上網去搜尋 中橫公路發生的這些車禍 大大小小太多了 是記其數 但是我想這個事件 算是一個蠻經典的 民國69年 發生的這一次 那很久喔 因為呢 都是屬於 因為那一票... 不是說那一票人 那一車的人 是那時候當年應該算是台灣的 算是培養的精英 師大公教系 大家都知道 那一車呢 32個師生呢 死了15個人 他在離山 中橫的離山段的時候呢 翻到溪谷底下去 那全車呢 15個人死亡 這17個人 也都非常的傷重 那這個車禍當然 在當時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公教系那時候 分化出來是很優秀的 它是要對於在台灣的教育界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可是呢 這個車禍發生之後呢 就有很多的靈異事件 出來 比方說 比方說 他們的寢室 男生的寢室 男生的寢室呢 在隔年之後 不是有新生住進來嗎 新生住進來之後 一個寢室有六個人住 那六個人住呢 經常 今天一個人在那邊看書 旁邊就說 學弟 你坐到我的位置了嗎 沒有人 另外一個 校成睡 在那邊睡得好好的 然後被他叫起來 學弟你坐到我的床 結果呢 這些同個寢室的這些新生 覺得很奇怪 就問射監 然後射監說 你們那一個寢室的六個人 在去年的時候呢 全部罹難 全部在車禍的 那一個那檔車禍裡面 全部死了 所以呢 他們六個人還有 曾經有一次起來的時候 早上睡醒的時候呢 全身濕搭搭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六個以前車禍離難的呢 他們都是滾到溪水 溪床 每一個人都是濕搭搭 所以說 他們也回來睡了 等於他們也回來睡在那個床上 跟他們睡在一起 然後呢 他們睡 他們起來的時候呢 全身濕搭搭的 這個 從此 那一個 那一間 學校因為什麼 大概開始傳聞很多了 所以學校就把那一個寢室來給封了 但是封到那個寢室之外呢 那個回來的這些鬼魂 頂都不去睡覺而已嘛 是 他還去上課 他到科技大樓裡面去上課 經常去上課 然後呢 很多的學弟說 這個學長不是已經 往生了嗎 那怎麼都還回來上課呢 後來他們在那個科技大樓前面 才放了一個很大的鏡子 就讓這些呢 學長會來說 哎呦 怎麼看不到自己的 看不到自己 才知道說自己已經 往生了 所以那個 立了那個鏡子之後呢 這樣的鬼魂的傳說就比較少了 但是另外一個呢 就比較恐怖了 是 就是呢 在他們機械大樓的地下室 有一些 有一些 要做室內設計的一個 那 有一個女學生 女學生呢 在裡面呢 比較晚 那個自己做習體幹嘛 做比較晚 做完的時候呢 電腦是不是要關機呢 電腦你開機的事這樣對不對 是 那如果關機的時候呢 沒有畫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自己吧 對啊 是 是不是 沒錯 結果呢 他還蠻帥的 怎麼樣 他不是看到他自己而已 他才看到裡面還有一個人 天啊 那個人呢 那個人呢 在後面有一個人 可是那個人 問題是不可能存在啊 因為什麼 他後面是牆壁啊 他的後面是牆壁 天啊 然後他把電腦呢 關機之後 看到自己對不對 結果 後面還有一個人 可是後面是牆壁啊 怎麼會有人呢 算了 再把電腦打開 再繼續做 做到天亮 學弟 你弄錯了 對 所以還知道他 你這樣畫不對的 其實第一句是 學弟你沒看錯 就是 天啊 很可怕 就那公家系的這個事情 車禍事情之後 還在校園內啊 還有好幾年的 這樣的靈異事件 中國橫貫公路 它在開的時候 它是用人工開找的 對 因為當時美國還有英國 這些科學家都認為 這條公路沒那麼容易開 對 要開好久才能開 我們是用人啊 找出來炸藥 所以死了蠻多人的 那麼在天翔這一段 我們大概這幾天的新聞而已嘛 就有夫妻開那個花財車 整輛就莫名其妙開到 中橫下面 最困難要死亡的 那麼在天翔這一段 也發生過一個很離奇的車禍 也是一個貨卡車大型的 那麼它是怎樣呢 司機在那助手 開開開開開 撞到山壁 可能是因為精神不計 還是什麼原因不知道 逛到山壁以後呢 發生一個死亡車禍 對面的車子沒有人 他是以為有人要撞到 那可能是精神訪問之類的 然後對面沒有人 可是他撞到山壁了以後呢 掌風玻璃破了 司機飛出去了 車再往前 再把他自己給你避 那當然警方事後認為說 他一定是沒有寄安全帶 因為如果你有寄安全帶的話 除非撞到要把安全帶 那個帶子撞到鬆 整個彈脫道跑出去 那個力道要很大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助手也受傷 那當然是大家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司機會發生這樣的 自己被自己的車碾死 這很特殊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 中橫發生過很多次的重大車禍 那麼單單谷關這裡啊 谷關這一段 就曾經整個靜香團的遊覽車 跟貨車插撞 整個往山崖下面下去 40條人命 40條人命 就這樣不見了 狹窄彎曲的山路 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命弄丟 中橫公路還有什麼超危險路況呢 恐怖公路上你永遠不知道 下一秒會出現什麼 那下次還可以約你出來嗎 他說 我的眼睛一瞄過去 我的天啊 就真的 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那個樣子 那女生整個臉 阿勇帶著手回來 你這樣超喝的 天啊 幹嘛這樣 我就...我還沒怎麼樣 我就斬燈 他就... 來了 我的媽啊 那麼單單谷關這裡啊 谷關這一段 就曾經整個競箱團的遊覽車 跟貨車插撞 整個往山崖下面下去了 40條人命 40條人命 就這樣不見了 對 諸如此類類似 那因為中橫它很多地方是 沒有中間分殼線的 對 所以其實它是很窄的 是 那你要匯車要很小心嘛 對 那有什麼呢 當時還沒有921還沒有斷的時候 有大理石 從花蓮載大理石大卡車過來 就直接過來 那也曾經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 他走這個靠近 清淨農場這一段的時候 全部是下坡嘛 對 全部是急下坡 是的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會把檔打到 所謂的那個低速檔 對 不是 有些人會認為 反正我就比較快一點 我煞車喊就好了嘛 那你不知道你煞 像康德就知道 煞車滴滴喊滴喊的 結果就是最後 沒有煞車 天啊 他載的是大理石耶 沒有煞車 然後呢 他煞不住了 前面是大轉彎 他轉不過去了 五六輛車子 在前面跟隔壁的 對向車道 還有來買水蜜桃的那些人 全部撞上去 當場就10個人死掉了 那綜合發生過很多 諸如此類的這個刑案 那如果各位喔 在離山 前面一公里 有個地方 叫做國光山莊 半夜你們 剛好不管什麼姻緣機會 開車經過這個地方的話 那麼很晚了 沒有路燈 旁邊 如果你這個 你的燈光 你的那個那個大燈啊 照到路邊有一個穿軍裝 白頭髮 然後有留符子 沒戴眼鏡的 這個老師館長 請你不要害怕 你就直接開過去 你就就算 就算你看到他 他跟你做什麼動作 都不是把他壓迫 不是你把他壓迫 你把他壓迫 他還扯上去 他還扯上去 不是鬼 他會 我的意思是 因為他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 當你的身子快靠近他的時候 他會轉過來跟你微笑 微笑完了以後 他就不見了 然後你這時候就會害怕 你就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踩油門 一滑 你很可能就撞山壁 或是掉在小孩下面了 他就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已經死了30年的老師館長 他就埋在這個國光山莊裡面 所以這個故事非常有名 因為我也住過那個地方兩個月 所以離山的人都知道 有一個老師館長 所以下次再看到一個老師館長 然後跟你微笑 不見了 你千萬不要害怕 踩油門 然後煞車就撞到山壁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隧道也很硬吧 當然 其實我記得我在大四的時候 有一次借我爸爸的車 在一個同校一個女生就約會 開車開開開 開到屋來 本來很浪漫 兩個人醜牽手 在鐵軌上 大學生 走走走走走 邊走 不然越來越 一直在聊天都沒有注意力 約會的時候都專心在女生身上 沒有注意到天色 已經慢慢暗了 是 然後走一走之後 發現兩邊爐草 大概跟我們身高差不多高 我們就故意的嘛 對啊 越想越 我當時 應該是那個女生越想越 對啊 瞬間後來發現 哎呦 怎麼這樣暗到兩邊爐草那麼高 然後一看到那個女生 頭髮又很長 又穿那種白色的洋裝 我自己覺得很發貌 突然間 哎呦 好棒 我說 其實有點發抖 我說 我們先回去好了 其實他又有點怕了 結果回去在烏來 稍微吃點東西 玩完之後呢 後來大概到 弄到十點多 十一點多的時候 要載他回家 先經過辛亥隧道 也沒事嘛 然後呢 再到士林落落之後呢 要經過自強隧道 已經十一點多了 他家住在陽明山那邊 不要講自強隧道 進了自強隧道 進自強隧道 我們說自強隧道那種燈 當時啊二三年還橘橘的 對對對 車子都會變色 沒錯沒錯沒錯 一進去之後呢 反正我只好快到他家了嘛 就聊一聊嘛 我說 怎麼樣 你覺得今天怎麼樣 玩耐愉快嗎 但我眼睛沒有看到 只邊開車邊講 玩耐愉快嗎 你真的這樣就放過我嗎 你真的聽我講 結果我就聽到他講說 嗯嗯 這樣子 嗯嗯這樣子嘛 我說嗯嗯應該就OK嘛 然後我再繼續看 我就說 那下次還可以約你出來嗎 他說嗯嗯 嗯嗯這樣子都OK嘛 然後呢 第三句話我就問他說 哎呦那現在那麼晚了 回家 不知道你爸媽會不會 會不會生氣 或沒有人幫你開門 先去 他就嗯嗯 找個咬巴音樂會的 沒有 你是約終慾控是吧 你是約終慾控是吧 前兩題 嗯嗯的回答是 可以理解 正常的 第三題你怎麼會問 怎麼回答嗯嗯呢 應該回答說 不會啊 或我爸媽媽沒關係啊 他說嗯嗯 我就覺得很怪嘛 我就眼睛一瞄過去 我的天啊 這真的 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那個樣子 那女生整個臉是沒有五官的 剩鼻子 哎呦 沒有眼睛 沒有嘴巴 難怪他嗯嗯啊 因為他只剩鼻子 你知道嗎 帶個鬼回來 反正他 至少那一刻 我看到他的臉就是這樣 難怪他都嗯嗯嗯嗯 一直嗯嗯 他沒有嘴巴了 你知道嗎 哇 但是嚇得真的 他真的差點要尿失禁了 那那一秒鐘 就嚇得半死 後來一出 一出隧道之後 他說不會啦 你想太多了 他就恢復正常了 但是那一刻 我在隧道裡 我看到那個臉 他就是沒有五官的 你知道我等一下 怎麼去走自強隧道 是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你要先帶他去 那個蘆尾很高的地方 先走一走 沒有 那個 等一下下騰坐 一個人開車 經過自強隧道的時候 沒人了 剛剛龐德 講那個故事 害我嚇那麼大跳怎麼辦 然後邊一個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我自己幻想 但是後來 我們在校園裡面 遇到之後 每次他還說 放得怎麼樣 再跟我聊天 我心裡就是想到 那個沒有五官那個臉 你知道嗎 我再也不敢約他出去 其實他也很冤枉 有沒有跟他怎麼樣 這個 可能有再怎么样 台南小宗 疯狂飙车 小宗哥你们在那边 有遇过事情 我曾经在台南住了九年 我从国小三年级 到国中二年 也是国中了 然后在那边的话 大概差不多九年 然后我有一个国中 这是我一个国中同学 的一个事情 我这个同学非常的优秀 他当时的时候 国中毕业之后 他就考到南一中 后来到成大 成大大学毕业之后 后来就念研究所 那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他在念研究所第二年的时候 就从学校就离开 离开之后 然后就到了小东路那边 然后就碰到了一些 就几个标准主 现在标准主的话 就很嚣张 我那个同学 也不至于他看了一眼 就对方就讲了 就回了一句就是 亲什么什么 对 亲什么什么 我同学说 哦没有啊这样 然后之后就到下个路口 下个路口之后呢 我的同学又被砍了一百多刀 天哪 这个在当时的时候 上了当地有个中华日报 中华日报的一个 头版头的新闻 因为他是个很杰出的学生 这样 那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之后 那我当时同学 我当时同学就铲死在 小通路的那个 一个一个十字路口那边 警方就全力怎么办 结果有两个人跳出来 就说是他们干 问题是两个人拿出来的开山刀 跟他身上的那个开山刀的刀痕 这个比起来 至少大概有五把刀的那个痕迹在身上 可是只有两个人出来认 那剩下跑了一去 但因为那两个就出来 就等于就说出来顶就对了啦 这样 那出来的那个时间呢 就是正好是我那个同学的头七 当时有一个地方的小帮派 就是有一个那种老大就对了 带了带了其他的那个小弟 在飙车飙到那边 看到同学看他 那他旁边一个小弟呢 就回了那一句亲什么什么什么 到下一个路口之后 是这个老大下令 然后就把那摩车身上开山抽出来 就包同学就砍倒在地上 那到了7749天的时候呢 在同一个我同学被杀害的那个路段 那个老大又带了他的小弟 骑摩托车 又在飙车 前面有一部沙石车 就停在那边等红灯 结果呢 这个老大一开始 通常我们看到前面有红灯的时候 通常都会减速 对不对 在距离这个沙石车 大概约莫大概30公尺处的时候呢 这个老大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点疯疯的 神经的一样这样 突然间加速 前面小弟凶人都减速了 就他突然间加速 一加速就整个人 连人带车就挤到那个 沙石车后面 那个大轮胎跟那个熬道 就那个车头 那个缝隙就整个这样挤进去 49天 就我们讲77那一天的时候 这个老大还曾经跟那个 下面小弟讲说 哎 好像快要过了 也就是说等于49天之后 就没事 快要过了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不要到处乱跑 他那天是要带着他的小弟 要回他的那个 我们一般讲公司啦 就堂口的位置这样 还是没有去逃过这一劫 后来最后的时候就是反正他就这样子 暴胜 报应 报应 限制报 好像你在国道那边被黑道逼过车 对啊 刚才听到的时候 在路口停下来会被砍嘛 对不对 有一次我一直 大概 这蛮久 大概有十年 那时候我还住台北 还不在住桃园 有一次我要出国 那飞机七点半的飞机 我还记得 那我大概五点我就出门了 出门 那很早 昏昏晨晨就开 开开开开开 我都开我那个那个B&W的车子 那过了这个泰山收费站之后 那时候还是回数票的嘛 一出一说 因为我习惯 我只很习惯到零到一百 我很喜欢开那种感觉 一过 这个收费站一定要 加速 其实我不会开很快 但是我喜欢加速很快这样子 也许那个时候得罪了什么人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又没有车就我一个人啊 就还没到这个领口的时候呢 就有台喜美 就在我左右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逼车 一直在憋我 一直在憋我 我想奇怪 我刚才是有怎么样 是不是他下去 我得罪到他 那我就不理他 我加速 结果他也跟过来 那车还蛮快的 可能改装过喜美 跟过来之后呢 也是开三刀 就从后座 再比 一直在比 一直比 意思是说要我靠边这样子 那我想我靠边还得了 靠边一直不被砍才奇怪 对对对 我就不能靠边嘛 那我我怕什么 这加速 我再跑 但是说实在 也是很俗啦 结果车不敢开很快 好到下领口坡之后呢 就是第一个南侃交流道 我想机场嘛 过南侃交流道 我看他车还是跟着我 跟着很近 然后开三刀 一直在那边晃就晃 我就不敢下南侃交流道 因为下去之后 一般路道 Local有红绿灯什么 那很麻烦嘛 我就往前冲 下一个呢 是这个国道2号 我也不敢下 他还是鼻子鼻子鼻 再下一个呢 中立交流道了嘛 对不对 我看我中立再不下去 然后再来是新竹 我飞机就不用坐 还得了 对不对 一直在挣扎 后来想不是办法 还是停下来 看要怎么处理好了 结果就停路边 OK 停下来之后呢 因为当时我戴了个太阳眼镜嘛 我想你要跟他交涉 要不要太坏 要善良一点的面孔嘛 对不对 就停下来之后呢 我就赶快 把眼镜盒准备要拿 叫这样板上 眼镜盒拿 我想把太阳眼镜收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 把电动窗一按 正在落到一半的时候 我拿眼镜 那点头掉地上 一掉到时候我就伸手 这样子去拿嘛 然后那个玻璃降到底的时候 刚好我太阳眼镜还带着 然后我这个动作 然后没看到我 他们竟然说 哦 快来有声咧 快来跑哦 他们这样就跑掉了 其实我一直发抖 我这样剪眼镜盒 然后带了太阳眼镜盒 然后刚好玻璃下来 他们就来说 有声咧 就跑掉了 泡又好气又好笑 然后换成那次 有声 你让有声 一来狗眼 别总 不要 可是我觉得 竿子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不太好 还是不要停 还是不要停 而且可以 也不要把车窗 电串尽量不要不要糟渣下来 对 这是我们跑社会新闻的经验 就赶快去那个什么 MAN 你就开到 SF这个 国道警察去去 对对对对 对对对走 收费站 不然收费站 你就停在收费站 那边就有警察 你千萬我們反對就是你停 國道也好一般那個道路也好 你停下來扭下來或者是走下來 不太危險了 因為對方給什麼解析力 你知道嗎 因為一他下來家伙會拿出來開槍怎麼辦 對 因為怕你去拿槍 他也真的把槍拿出來 哦 他本來拿開刃刀 因為你要開槍 國前幫我拔啦 拔啦 約了我的拔啦 我就被人家用槍指過 哎呦 大概十幾年前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還記得是走那個 建國南北路高大橋 不是從新開路這邊投嗎 不是紅玉燈嗎 那我就剛好停第一台 那其實那天晚上還不會 不會很晚 十一點多 還蠻多車的 那可是前面就沒什麼車啊 然後一綠燈 哎 我就開槍就快一點 我也不會開很快 大概就比較快一點 開 就一台大概是 喂 我記得是 BMW 就離很近哦 然後我手 啪 這樣超車的 天啊 幹嘛這樣 我就我還沒怎麼樣 我就閃燈了 哎呦 哇塞 很敢的你啊 你真的算敢了 我的意思是說 欸 他這裡耶 對不對 我也沒什麼意思 會閃一個燈 他就 煞 就停煞車 那個輪胎都冒煙了 我說你一煞車我也煞 煞 我就看到 哇塞 就 一把槍伸出 哇塞 那我不可能 我就硬要煞 他打不到的地方啊 大人大人要躲 然後我就哇塞 哇塞啊 應該是 然後但是後面不是 我不是剛剛講 我紅綠燈嗎 對 後來就很多車就跟上來了 鳴車也不知道幹嘛 但大家就都 欸 那個兩台車停到這邊 他們啪 後面很多車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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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沒開 沒開啊 因為他開不到我嘛 因為我就這個角度他開不到 子彈很貴的 對 然後我想 哎唷喂 嗯 下次車上 還是去別家玩一玩再回家 還是小丁 我剛剛想要旁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很好笑 萬一他拿著關燈 啪啪啪啪 掉了 我爛機 我沒有問我 我可以我給他轉了 開彈 那些很尷尬 但是變成卡通片 對 好 大家開車的時候 彼此都多一點點那個離讓 多一點點就是不要那麼 我們講心服氣躁 而且呢 大家不要那麼自私 還有開車真的要小